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 迎接二十大的召开 希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 华侨华人士团能更好地发挥沟通民心 促进交流的作用 让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民族 走得更近 发展得更好 展望未来 希望年轻人能够多参与乡村振兴 多学历史 学党史 我们华人华侨 也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更大的力量 生魂盛世 华夏儿女都无比的自豪 希望党的二十大后 能更加关注海外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 希望各国也能够增加全日制华文教育学校 让更多的华侨华人参与到 促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工作中 为高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就是要满足我们全国人民 高质量的这种生活的需求 那么高质量生活的需求 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健康 健康是一 其他都是你 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阵人 成为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阵人 作为一名归国的科研工作者 我将守正创新 更加努力地工作 同时要推动我们和国际的交流 这样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科学成果 用我们这些好的科学成果 来推动我们的自立自强 来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同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自己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